近几年,不停有传言,中国将同乌克兰一起生产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-225。 这一型运输机正好采用了6台马达西奇的D18T发动机,之前有传闻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L15教链机,L15教链机的发动机,又正是中国向马达西奇购买的AL222波轮风扇发动机,殊不知乌克兰当前的情况很糟糕,安-225根本没细生产,这是一款相当消耗国力的运输机。 那么,乌克兰这几年还有多少军贸产品呢? 在近几十年我国国防装备的发展过程中,我国在乌克兰方面,获得了相当多的帮助。 我国与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几乎涵盖了军事工业的方方面面,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,是我国自乌克兰引进的两架T-10K-3原型机,其中一架用于是非,另一架则用于逆向测绘。 后来我国的航母舰载机殲-15正式已引进的T-10K-3原型机为基础研制的。 此外,我国在设计用于大型舰艇的动力系统、大型运输机设计、超音速高级教练机、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方面,均与乌克兰六国密切合作。 AI-222-25涡扇发动机 该发动机,于1999年,在AI-22发动机的基础上,开始研制生产。 2008年正式定型,AI-222-25发动机为一型小型发动机,杆重近440公斤,加力推力却可达到4200公斤。 当飞机在11000米高空,以1.4马赫速度巡航时,可以提供2760公斤的推力。 由于其优异的性能,后来这一型发动机,被俄罗斯亚克130教练机,以及我国的JL-10教练机相继采用。 但是,乌克兰人毕竟反复无常,为了保住军售拳头产品T-84M主战的销路, 乌克兰曾经拒绝向中国正在研制中的VTEA后来的VT4,提供6TB系列发动机。 这直接迫使我国修改了VTEA主战坦克的设计方案。 好在中国辗转自德国麦巴赫,获得了大功率柴油机的相关技术,并以此为基础研制出了新150系列发动机。 后来中国继续国产化改进,延伸出来的最新国产发动机,被安装在了我国自用的99A型主战坦克,与外貌的VT4型主战坦克上。 在后来乌克兰T-84M在泰国的后续订单被VT4抢走,由于武器生产速度无法得到保障,靠出售武器获得的利润,自然也无法保证稳定。 于是,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,乌克兰人开始了最前苏联技术遗产的大肆倒卖,但对于已经不在此领域大量投入资金更新技术的乌克兰来说,这无疑于和泽尔鱼,同样以哈尔科夫为例,其曾经在坦克设计和制造领域,远远领先于北约国家,而如今其甚至比不上坦克工业的后起之秀。 中国同时可以预见到的是,在未来5到10年内,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,必然会走入低谷,这是由两国囧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。 乌克兰的军事工业早已步入低谷,其外貌产品大到一艘未完工的航空母舰,小制一台航空发动机无疑不是前苏时代的遗产,由出售这些军品获得的利润则大部分进了少数政商寡头的腰包。 而工厂工人甚至连技术骨干的基本生活,都很难得到保障,在上令人赞赏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